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今次的萬迷早晨節目 今次的節目真是純大巴分析 綜合了近期的資訊,我想跟大家猜一猜 究竟這個轉會槍萬聯會不會吃白果呢? 會不會一個都簽不到呢? 老實說,這個可能性我覺得越來越大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儘管聽大巴的分析 當然,你們也要留言說一下你們的看法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這節之前有幾集說過的事情都會歸在一起 而最近這一點就是,我昨天已經解釋過 說新組的轉會,大家以為是說新組轉會 之後主要是說,站在加拉薩家族的立場 為什麼這個轉會槍一定不會簽新組 所以,新組這個轉會,如果大家想聽回理論 或者理據是什麼,就聽回昨天的影片 所以說真的,我就不覺得自己萬聯會簽到新組 但問題是,現在仍然斷斷續續 有很多新組的傳聞會出來 但新組其實已經說過了 這件事差不多都可以說是完結的 但為什麼都不轉尾呢? 可能就是,那就一路先說吧 起碼有一件大事 讓我們萬聯球迷也有一件大事可以談談 然後當然,這幾天就開始說了 或者,Coleman,諸如此類 說一些後備方案,David Brooks可不可以 就說幾個,新組簽不到的,怎麼辦 簽不簽這幾個 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 這些人,這些所謂的替補方案 簽回來,說真的,都是多餘的 為什麼呢?這個也是,我上星期左右 就說,蘇斯克柴是很堅持的 其實說一句難聽一點 那些朋友就可以說得難聽,即是眼鏡 那你想一下,無論是Degolas Costa Coleman,或者是David Brooks 這幾個球員 說真的,我相信 除非他們真的去到最高級的情況之下 就很適合蘇斯克柴用到的 但問題就是,他們幾個都有各自各的問題 三個都是經常受傷的球員 三個都是 那你猜一下,他們經常保持高級狀態 有多少時間呢?一季裏面 不會太多 那一不是的話,根本蘇斯克柴就不會用它 所以說真的,這幾個所謂的替補方案 就算買回來,我想都是一個擺字 就不會用的 因為,他們要拿回自己的最高狀態 我相信真的要很久 亦都未必有這麼多長球 萬元未必有這麼多長球 被他們發揮到 因為始終三個都跟雙患有些少幾大關係 當然,你可以說,有哪個足球員不受傷的 對,你說得對 但三個都曾經試過大傷 你想想,就是David Brooks 之前已經傷了一年 所以,進攻方面的位置 老實說,我們現在的三叉擊 很大機會都是明年正選的三叉擊 那替補方面,現在就有Daniel James 和恩哈露 那怎麼辦呢? 恩哈露一月就離開了 要回到上海了 怎樣救人 對,這個絕對正確 絕對認同 說真的,Daniel James 不用不用都要用 如果有什麼事的話 當然也有朋友說,不如改打 兩個最前吧 有一個免費 這些可能性 但我自己覺得,我之前也說過 因為你要買一個 蘇斯卡特信任 覺得他有料到 亦都用到的球員 那 唯獨是 我暫時看到 我們曾經所謂傳過的 就是一月 我們曾經傳過的Josh King 但你就會說 喂,大巴 這個球員剛剛雙元 大雙元 沒錯 所以呢 但問題就是 他受傷得來 比起其他幾個球員 他會得到蘇斯卡特信任 比較多 因為正所謂由小 看到他大 好像也是鄉里 那樣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前線方面 不簽人的機會 是相當之大 就算是簽 我暫時的感覺上 或者看到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可能最大機會 都是整個 George King回來的 OK 好了 這個就是前線方面 到中場了 中場現在已經有 普巴 布朗蘭迪斯 和馬迪 還有其他 替補球員 有 麥湯文尼 費特 彭里娜 和 現在特 我都不算了 這兩個快鬼時算了 因為只能搞 即使蘇斯卡特 要出他們 我想我們馬聯球迷 都不太認同 但就算這樣說 都起碼有 費特和麥湯文尼 兩個在 還有馬達 所以 我想 站在班主的立場 站在 加拉薩家族的立場 我相信 他們已經覺得 中場你救人 不需要買了 站在蘇斯卡特的立場 我估計 他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 他也是 看樣子也是 總之 布朗和普巴 只要沒有傷沒有病 一定出 馬迪 那個位置就輪換一下 我已經有三個輪換 還想怎樣 所以 無論是站在加拉薩家族 或者站在蘇斯卡特的立場 我看過的 都是 不變的 唯一一個變法 就是 萬一 布朗和普巴 其他一個 受傷也好 佛庭賽也好 怎樣也好 不赤得的話 他就可能 打回雙中堅 就是馬迪 拍麥湯 或者馬迪拍廢特 或者廢特 拍麥湯 打回雙中 唯有就是這樣 不是雙中堅 打回雙中堅 我覺得就是這樣 他的看法 我想中場就是這樣 好了 到後防了 後防 我們經常說 中堅怎麼搞 後防整體性不行 當然 如果蘇斯卡特有聽我們節目 當然最重要 就是買個 好色 防守 組織能力很強的教練 回來 但當然 蘇斯卡特和加拉薩家族 都傻了 怎麼會聽我們說 所以 究竟後場 中堅會不會買人呢 龍門那裡 就不會買的 就是丹謙回來 究竟丹謙和迪基 要怎麼搞呢 這個到時再算 就是阿軒仔 迪基 要怎麼爭發 到時再算 但龍門方面 我們真的有祝國人手 就不需要搞 好了 兩隻閘方面 現在來說 就是蘇爾 如果不受傷就是蘇爾 右邊就是雲比薩卡 老實說 我相信蘇斯卡特也相當滿意 這個左右的閘位 當然 你買到Benchuel 但Benchuel已經過了斜路時 買不到 所以機會不大 後備方面 就有Dallow仔 和Ben Williams 我們還有Ethan Lay 一個青年軍上來的球員 究竟夠不夠呢 說真的 我們球迷當然覺得不足夠 問題就是 這幾隻閘位球員 那個缺點已經顯顯而見 所有對方都已經知道了 但蘇斯卡特會不會買呢 我就有一點保留 因為他買回來 說真的 我們介紹過的一些閘位球員 都未必有英超經驗 有英超經驗的閘位球員 其實如果踢得好的 又不是那麼多 讓我們選擇 所以看樣子 都是吃白果多的 在閘位方面 你看看就看 蘇爾就不要傷病 但這個機會就小一點 始終都會傷 因為他試過一次大斷腳 這個真的有一個陰影 威廉士仔 威廉士仔 我覺得 他放在右邊會比較好 看看左閘那裡 真的有沒有機會 但我暫時 就看不到他去買左閘 現在傳聞的 就是祖雲達司機Alex Sancho 說真的 我也是那句 很多人對這位球員的評價很高 但我自己 我看得少 但我感覺上這位球員 都不是太穩陣的 你問我 這個我個人感覺 也不客觀 也不是很精準的 所以要看回大家 說真的 你以為便宜嗎 說到普巴交換才有 這個交換才有 因為他在祖雲達司 所以左閘兩邊 左右兩閘 又是簽名的機會 說真的又小 好了 去到中堅了 老麥現在剛剛 情況不太差 至少回到英國 我相信 老麥以他的思維 理念上 勤力上 我覺得他能支持 但我也是那句 好像我今天 在新聞台的一條片 說的 老實說 就算麥加也能踢回 我覺得在這件事件 就是希臘的打鬥事件 完結之前 最好 他就退了隊長出來 找一個人 先說明 先帶著 因為始終 我覺得他就算 有這個 抵受力也好 他無端端還要揹上 曼聯隊長 這個壓力 在他現在的狀態之下 只會有八害而無一利 所以我覺得 比如班奴偉也好 誰也好 暫時做著代隊長 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 不知道會方會不會做 好了 假設麥加也能踢回 中堅的配戴有多少人 其實也有很多 就是 蓮德洛夫 拜利 福造文沙 杜安沙比 福造文沙和杜安沙比 理論上都可以幫忙踢襲位 還有史摩寧 一代宗司 我當一代宗司也走 駱河也走 駱河回了萬聯 駱河回了萬次 我當駱河和一代宗司也很難再用 史摩寧如果假設 你想想 我們現在買中堅方面 Gabriel好像聽說 阿仙奴那邊又近了 我們真的不是截戶 除非我們真的截到阿仙奴 這個機會就越來越小 如果不是的話 又是那句了 有什麼中堅選擇呢 Colibali 說真的 Colibali 那個情況 和我解釋新組的情況 是一模一樣的 還要比新組的情況差 因為現在都要比這麼貴 他買Colibali回來 而賺錢的效益 差那麼遠的話 Colibali 我敢說 無論今季或者下季 我覺得買到它回來的機會 都是未富其美 即是以後買到 Colibali 來馬聯的機會 本身就是未富其美 不要再說這個絕會槍 OK 因為你知道 加拉薩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好了 接著之後 唯有就是底庄 我覺得如果拜利 是真的得到蘇斯特特的信任 或者世錦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應該就是說 怎麼說 不過始終 最大的問題 我們始終沒有一個左腳的中堅 這個真的怎樣也解決不了 因為據我的認知 好像我們全部的中堅 除了落河之後 全部都有腳的 但沒有辦法 之中的辦法 如果拜利打得好的 杜庵沙比打得好的 就是找他拍麥加勒 麥加勒 只要頂上左腳中堅 例如說 蘇斯特特可能覺得 傳送不夠 大哥 你沒理由 兩個中堅都要求傳送好的 我自己覺得 一個就夠了 蓮德洛夫 就做麥加勒的剃譜 麥加勒的剃譜 麥加勒的剃譜 就叫蓮德洛夫 另外那邊就是 史摩寧 或者是 拜利 或者福送文沙 杜庵沙比他頂上 其實也說得通 當然 我講了以上那麼多的東西 可能根本上完全不買人 或者頂上都是買過 George King 的話 我們萬聯球迷 當然是不收貨 對不對 大哥 難道我們又再 拿前四 杯賽踢下就算了 老實說 我們不收貨 但我估計 無論是格拉莎也好 無論是蘇斯特特也好 他們可能會接受這個現實 蘇斯特特特一定不會這樣說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這個暑假不花很多錢 當然大家可以賴 我們明明是一心一意追新組 最壞是多蒙特 一毫子都不選 不是不肯減 是比我們分期庫款都不行 比小崩都不肯減 我們會受到影響 大條道理 我自己覺得 甚至乎管理層可以用新組這件事 去分散其他球迷的注意力 都是多蒙特衰 所以令我們買不到這個重點收購 接著一如以往 不夠時間 便買不到 亦掩蓋了蘇斯特特特的堅持 或者硬頸 說真的 你不買一些我適合的 我就不買 其實蘇斯特特特特特 可能也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看他用人便知道 他都明知道 你買些人回來也會廢 我不會用 即可即少用 不要這樣說 不要說不用 你不買那麼高水平的東西 只會搞 所以 所以 無論是加拉薩也好 看見蘇斯亞一查也好 可能都是這樣想的 明年這樣就糟糕了 是不是又是保住前四 杯仔又不知怎麽 搖搖搖搖 說真的 現在看過勢 很大機會是這樣的 因為最麻煩 最搞不定的那班是球迷 老實說 你怎知道 蘇斯亞一查也可能搖搖搖 說真的 正選11人真的不是沒得玩的 正選11人其實在很多場次可能都得到不少分 對於我保住前四這個 假設 蘇斯亞一查明年那個也是說保設 因為他說過的 建立球隊也要兩三年 嚴格來說他也是一年半 甚至乎你不算他帶領隊那半年 他也是一年左右 你是不是要給我一些時間啊 蘇斯亞可能這樣想的 一月再看看買不買到 可能一月又好像班奴那樣 買到新組呢 你不知道的 我不是沒試過 所以他壓力小了之下 我覺得他是這樣 但是老實說 就算比莊 好像我所說 其實他只要有兩套戰術互相去 交替運用到 而球員也都 說真的 踢了一年 理論上今年更加明白蘇斯亞想貼什麼 的話 其實也不是說沒得搞 保前四也有些機會 再挑戰英超 我想就比較穩 杯賽也是那句 杯賽他只要是 懂得多變通一點 換人可能再進步一點 戰術再進步一點 其實也不是說完全沒有機 你不要要大杯 要杯仔 對嗎 歐聯當然沒有你份 老實說 如果地裝這樣去 問題 聯賽杯有機會 或者今次抽籤又幸運呢 其實今年我們抽籤也算幸運了 明年還是繼續呢 杯賽抽籤也算幸運呢 會不會呢 不知道 是吧 說真的 整隊球賽的默契又好 的確 未必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差 但我亦要補回說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方面 一隊球隊 如果兩季 大致上都用回同樣的人腳 沒有了一個衝擊 是糟糕的機會也相當大 這件事我不知道蘇斯亞查和格拉莎怎麼看 因為你見到 其實利物浦和 尤其是 尤其是特別嚴重 因為他真的沒有什麼賣人 但是記住說他是糟糕的 是吧 好像天空亦都一樣 就走了 但是你見利物浦 由於他後備那裏 始終高普兩屆都沒有什麼賣人 但是他後備的運用方面 其實都運用得不錯 而且他真的有賣人 說真的 他不用了 他真的有賣人 所以其實他也頂得到 但當然 高普和蘇斯亞查怎麼比 大家自己比較 我不再比較了 OK 所以在完全不賣人的機會之下 其實那些機會又大 所以 我會覺得你問我的結論 都是那句 George King 大家預備 這個主委會長很大機會 買一個就是George King 不知道我猜不猜中 我猜的 好了 說到這裏 我想補充多一個 不不 那我留下明天再說 那我留下明天再說 因為還有很多話 都來到15分鐘了 有一個題目 我原本今天想說關於主委會 明天再說 OK 這次節目就這麼多 多謝各位收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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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是的 我 和我